新古毛10年,改变了什么? 2013年以前,新古毛被外人认为是鸟不孙诞的辟区 2013年在李季湘终选担任周园委员后 这10年来新古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在李季湘的脑海里 想要将新古毛打造成充满活力的城市及旅游休闲景点 以带动经济及流助人才 在李季湘的努力推广下 百年古镇新古毛逐渐被看见 新古毛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好山好水的大自然风光 努力打造的老街壁画 新村特色成为了西津的景点 特别是吸引来自吉隆坡的游客可安排一旅游 来探寻古镇的魅力 感受历史和文化的魅力 新古毛旅游业蓬勃发展 为在地人增添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回流 为他们开拓了更广的创业空间 让他们选择在家乡工作和生活 新古毛甚至成为了2022年雪州新村魅力四集的举办地点 让大家一起走入新村 一起发掘新村好品 发现新村之美 未来我们期待新古毛持续多元发展 吸引更多人前来体验新古毛的无穷魅力